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Philip Channel 我是辉纳资本管理的Portfolio Manager George Holt 在上次的Philip Channel 6月6日的人 曾提及过恒指处于代变的格局 稳健的投资者应该稍微先行作出观望 在今日恒指收市是22881点 相对于6月6日23082变峰不大 本月到目前为止 高低波幅是介乎23400至22800左右中间 不论是在职业波幅 又或者相对于上月的变动来说 都是超过一年以来变动最少的 大市依然是一个代变的方向 投资者比较适宜继续进行观望 只不过近期的IV越来越低 有短板恐慌指数之称的VHS 今天是12点也不够 进取的投资者其实可以考虑同一时间 non-call和non-put 对未来后市波幅重新扩大作出一个部署 然后会和大家说一只IPO 康达国际环保6136 这间公司主要从事污水处理 近月港股已经上市的环保股和污水处理股表现不错 这只股票如果以招股上限计大约是2800元一手 会在7月4日上市 以招股上限来说总集资金额大约是14亿 公开发售大约1.4亿 集资金额并不算太大 投资者可以考虑作出认购 至于上市之后 需要视乎当时的市场 决定到底是作出一个中长线的持有 还是在上市时可以考虑先行作出沽出 最后会和大家说一只股票 安徽海螺914 官乎这只股票近月的走势 大约在$26左右会有一个支持 投资者其实可以考虑去7月的Pull Option 在6月20日行使价26和$27的Pull Option 7月Pull Option分别是在做0.68和1.12 这两个位置 可以收回来的期权金相对来说也不算小 只不过需要注意就是说 随着互港通快张开通 A股股可能会一个收窄两者差距的走势 而目前来说 安徽海螺914这只股票 H股是教A股有日价的 A股是教H股股价低了平均26至28%左右 会不会随着互港通的临近 令到两者股价差距拉近 从而令到H股股价下跌呢? 这个反而是投资者比较需要 在作出short 914安徽海螺Pull Option 需要留意的地方 以上纯述个人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欧兰建为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之前 本人以及联系者并无持有 所提及证券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多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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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